明星陪线走红毯 热霸弄丢半套房 今天损失500万 关小彤身穿高定托位里裙走红毯 恰到好处的剪裁 显得他双腿纤细十分高调 在采访时 关小彤却突然发现裙摆沾满了泥水 吓得他直拍脑门 真一下还回去估计很难了 美是美的 但可能赔钱也是应该的了 时代少年团拿着爆米花走红毯 一路有说有笑 但是走后 红毯上留了一地爆米花 随后热霸穿着玫瑰里裙登上红毯 整个人美艳大方 美是美了 但是脱地的裙摆 也偷偷带走不少爆米花 据说礼服价值五位数 这样的里裙应该也不好清洗吧 同样倒霉的还有毛小彤 他身穿黄色托位里裙 虽然早早就看到了地上的爆米花 但是身处红毯 他只能硬着头皮走下去 真是一桶爆米花 带动了里裙的KPI 李小冉身穿蓝色托地高定 出席红毯 一场雨过后 地上全是水 尽管他十分小心 里裙还是长了拖布 下摆几乎全被禁尸 衣服受损成这样 估计只能买下了 今天出席巴刹慈善 向高定艾利萨布借里夫 但对方因为他咖位低 不愿解 今天一怒之下 花费500万买下里夫 完全是财大气粗 同样走红毯 也选择了一条脱围里裙 整个人优雅大方 笑着向镜头打招呼 但是在看脚下 他的裙摆和拖布也没什么区别 带走了红毯上全部的水 估计心里早就开始流血了 居心仪和吴轩仪下台 小居没想到 手里的捧花油水 一侧手 水洒了吴轩仪一群摆 吴轩仪回头张大了嘴巴 看来有一个人又要花钱了 热巴戴着钻石耳环做红毯 在合照环节 热巴突然发现 耳环掉了一只 就只一只 就价值半讨访 顿时他就慌乱了 不知道最后找到了没有 不然真的要后悔死 吴轩年出席活动 本来还端正的站着拍照 但是因为台下太热情 他就忍不住挥手打招呼 但下一秒 手上的戒指就飞了出去 看着他紧张慌乱的表情 估计戒指值不少钱 下次他肯定不敢了 乃英举办演唱会 在握手时 被台下的粉丝顺走了手上的戒指 吓得他歌也不唱了 拿着话筒 喊还自己戒指